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東張西網的攝製隊疑似和人爆發衝突 在今天的葵涌超市 據報有攝影師遇襲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 先提及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 攝衝超市爆發衝突 東張西網的攝影師遇襲 攝影機被毀壞 警方拘捕了兩名男女 今天10月16日上午7時49分 警方接獲TVB東張西網一名攝影記者報警 在葵涌德大徑一間超級市場和一男一女爭執 期間被對方襲擊和毀壞攝影機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後拘捕一名男子 涉嫌刑事毀壞和襲擊引致造成身體傷害 另外也拘捕一名女子 涉嫌普通襲擊 該名攝影師手腳受傷 社交平台流傳一段爭執片段 疑似和事件有關 事發地點是得大徑以外290米的大廈街行人隧道 影片拍到一個穿藍衣服的男子被穿黑衣服的男子壓在地上 互相拉扯 旁邊有個女子在勸交 另外有個穿白衣服的男子在拍攝 圍觀的市民亦舉機拍片 其後攝氏的兩名男子繼續拉扯 並有人說是否傻的 亦說幾十歲都打 亦說你不要動 而隧道口亦有兩個女子用攝錄機拍攝整個過程 沒多久便衣警員和持盾牌的軍裝警員到場制止並分隔兩人 藍衣的男子起身後一度舉起雙手 然後蹲在隧道旁邊 片段就此結束 以上來自HK的報導也是最新的消息 據報東章西網一名攝影記者報警 說他們應該在葵聰德大徑的一間超級市場和一男一女爭執 期間攝影師遇襲 攝影機都被毀壞 另外警方拉了兩名男女 暫時未有內情 各界關注當中 另外亦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輪椅安全帶綁住行李被阻隔大鬧車廂 司機一句KO 網友齊撐 就說車長態度沒有問題 那九巴是怎樣回應的呢? 內民提到更日網上流傳一條片 有一個乘客和九巴司機 就住巴士下層的輪椅位 能不能夠放置行李是爭執的 那個乘客就說都沒有人使用輪椅位 於是是把輪椅位的安全帶綁在他的行李箱上 不過司機毫不退讓 影片雖然由那個乘客上載到社交平台 但大部分網民力撐司機 就說給你是人情 不給你是道理 那條影片在社交平台不斷流傳 影片顯示巴士已經停在路邊 乘客和司機因為行李擺放問題而爆發爭執 該名大媽質問車長 就說行李扣帶都不行 沒有輪椅都不行 又質疑司機態度就說你什麼態度 司機也強硬回應正常態度 更加說我現在說不行就不行 又指向車外圍觀的市民指 全世界都看著你 乘客一再強調沒有輪椅使用的輪椅位 但司機就說沒有輪椅不是你作主 你不解帶就不用開車 亦都說沒有乘客還沒有乘客 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我懷疑該名事主 將影片上載到社交平台討論區 就說很少乘客會認真留意狗巴的條款 和細質 認為司機應有禮貌講解和 而不是命令式的呼嚇 呼嚇乘客解嚇安全帶 又說這樣的待客態度是超級差 這個是狗巴的形象和好客之道 不過網友幾乎一面倒支持司機的做法 認為乘客自己有問題 就要對方有好客之道 也說說了不行就不行 自己不正在先就輸打贏要 說人態度差 也說車掌態度完全沒有問題 值得加許 狗巴回應星島頭條 就說為了照顧輪椅人士的乘車需要 狗巴車廂設有輪椅停放區域 讓輪椅人士優先使用 另外也提到 車掌如果發現有人不當使用輪椅停放區域 或相關的設施 是會作出勸喻 並有權要求乘客遵守指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是網絡熱話 有個人自己把片段上傳上網 罵司機不讓他用輪椅位 其實他用來做甚麼 就放自己的行李箱 他說當時也沒有人用輪椅 說車上又有位置 擺到有甚麼問題 司機態度強硬 不讓他用輪椅位 事主自知你規 於是便罵 這個司機應該要有禮貌地跟人解釋 這個位置為何不能用 不應該命令式呼學人 想不到他自己上傳影片 結果被大部分網民罵回頭 就說他打橫來說 明明那裏不應該放行李箱 你硬放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要以為自己上傳片段一定適合 或者網友一定會幫你 結果非常之大反轉 就是個個都幫九巴車長 另外也講講有關施政報告的消息 有關居屋 下期居屋開始 40歲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 或者一人的申請者 是多派一個抽籤號碼 內文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 今天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房屋政策繼續成為焦點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居屋抽籤 為了支持青年購買資助出售單位 房委會由下一期開始 為申請購買居者有期屋計劃 即居屋的單位40歲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 和一人申請者 分派多一個抽籤號碼 另外由下一期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開始 增加1500個配額 全數撥比40歲以下的青年家庭 和一人申請者 另外至於資助出售單位方面 李家超將會由下一期推出的 綠置居和居屋開始 向前兩次曾經連續申請同一類別 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 而未能成功購買單位的申請人格 提供多一個抽籤號碼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關施政報告針對居屋的最新做法 話說下期居屋開始 40歲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 和一人申請者 會多派一個抽籤號碼 即是說多一個號碼 叫多張票有機會中的機會大些 另邊商說到 如果連續兩次都抽不中的黑仔王 都會獲派多一個抽籤號碼 對一些在抽居屋的朋友 又未抽中來說 可能都是有些作用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這件事故 根據HKL的報導 葵沖道兩輛貨車箱撞 試機輕傷 往荃灣交通受阻 內容提到 今天10月16日上午10點半 葵沖道往荃灣方向 港鐵荔景站對開 是有兩輛貨車箱撞 兩車司機分別頸痛和胸痛 由救護車送往馬嘉烈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HKL的報導 今天事故特別多 據報近荔景站今早都有車禍 兩車司機都需要送院 另外亦都說這件消息 根據HKL的報導 大嶼山景區交通日 發了95張牛肉缸 拉了4名男女 還有4部電動單車 問題到了 大嶼山景區正在進行 這個區內的交通日 打擊非法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 維麗泊車和非停車處 是維麗泊車 還有沒有遵從交通標誌 等等的交通問題 以上來自HKL的報導 大嶼山那邊正在進行交通日 據報有95張牛肉缸 有機會為例泊車 還有有些市民 是用了一些電動可移動的工具 當中有4名男女被捕 扣押了4部電動單車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